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下午好 今天看来 会听英文的那些大部分都不在 所以我用中文OK 中文都OK 双声道也OK 所以大家一看到榴莲就知道 我是哪里来的 这个果王 我是代表C-DEC C-DEC是我们许兰儿州的 IT和e-commerce的中心 是我们州政府属下的一个 一个计划 大家有没有听过许兰儿州 有 你听过也举手一下看一下 这倒不错 大部分人都觉得说只听过吉隆坡 回应我们之前 邓章青 YB他告诉我们说 其实大部分的人 你到马来西亚的话 你降入的那个机场 虽然是叫吉隆坡国际机场 KIA1或者2 那个地方都是在许兰儿州 所以我是从许兰儿州过来的 那么我 我自己本身是一个大数据 这边叫资料科学家 Data Scientist 然后我从事很多企业内训 所以我会帮这个比如说 Intel FusionX 或者是这个ZADA银行这些公司 培训一些数据科学家 还有那些新创的那些团队 比如说像那个 我之前在一个叫做Magic 在马来西亚Magic 待过 有点像就是这边的那种培育新创团队 然后教他们怎样做编程之类的 等等工作 然后还有当然我也是一个顾问 那么先把我们的主题定义一下 基本上大家每次都谈说 Start Out 在马来西亚 每个人都会有一个不同的版本 每个人的口中讲的都不一样 但是我们基本上给它一个比较概括的定义 就是根据这个Program 这个美国新创教父说 Start Out is a company designed to grow fast 所以我们除了第一 它的先决条件是要可以快速成长 第二还要我们包括一个就是Scalability 我们让它快速的可以扩展 所以这一次主要是来说 之前上个月我有来过 我们带了几家物流 仓储 还有第三方支付的公司过来 相信在座的有一些我有见过 然后这一次给大家 上一次我讲的题目比较是在东南亚 South East Asia 这一次主要我的focus 会在马来西亚这一块 就是告诉大家说欢迎台商过来 如果要到马来西亚来创业的话 会面对到一些环境的问题 还有一些优势或劣势 我们可以参考一下 那么关于马来西亚 最简单做一个报告 那些人不明白替马来西亚 这就是马来西亚的 我们有个人的29.72亿 所以所有数据都在这里 我们有个人的116% 产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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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行动器材 所以家里会有一台比如说行动电话 然后会有一个iPad 或者会有一个三星的Tab 然后这个是我们国民所得 然后在马来西亚 我们有一些比较著名的就是这些科技公司 第一家是123RF 大家有没有听过 大家可能没听过的话 应该有听过Shutterstock Shutterstock就是主要以卖照片为主的公司 然后他们大概一个月的话 现在平均有1600万的访客 然后有大概5000万的图像在里面 所以他们没有公开的数字 但是他们据说有8位数每元的收入 年营收 还有他们是100%Bootstrap 也就是说没有任何的VC Fund 所以这是马来西亚其中一家比较大的科技公司 然后还有另外一家是这个 大家应该都有听过 对不对 你来东南亚的话 如果要打车 要叫计程车 要叫小黄的话 我们用这个叫Grab 这个Grab也是在2011年成立的 这个是由他们 有听过那个Nissan的公司 Nissan在东南亚的话 是陈昌父子的 所以其中他的Founder 就是Anthony Tan 就是Nissan的那个公子 然后它是一个Taxi Hailing Air 就是让你叫小黄的 然后它的估值大概在1.5个B左右 然后最近刚刚融了这个350个Million Series E 这个是我们这边一个情况 然后它的那个包括投资者 当然有Founder Startups 软银 还有那个去哪儿 然后他们现在公司总部已经签到新加坡 所以他们在新加坡 然后在马来西亚里面 我们也有一些比较成功的这个退场案例 这个包括接下来两个 第一个是iproperty.com 它的那个Founder是Patrick Groove 图像被拿掉了 它是1997年成立的 然后它的总部在吉隆波 然后它最近刚刚以这个USD534Million 就是5亿的这个价钱出场 已经被卖掉了 然后另外一个是jobstreet.com 那么也是大概在1995年成立的 那总部也是设在吉隆波 然后Mark Chang是他的Founder 所以它就 这个是一个让大家找工作的网站 之前那个iproperty是让大家找房子的 这个有点像人力银行这样的网站 所以这两个是比较著名的这个退场案例 OK 那么如果台商要到马来西亚这边来创业的话 基本上刚刚我跟在座几位聊过 就是说一般上你们会面对就是会问说 到底哪一个行业或者是怎么样的行业 在马来西亚比较适合发展 基本上马来西亚现在的情况是 除了我跟分享 我刚刚分享给大家那几家以外 大部分的行业都还是没有所谓的clear winner 就是没有一个说非常有名的 比如说这里 除了轿车 轿车站也就是说我们这有Uber 然后你要卖那个照片的话 Royalty Free Images 你知道有123 RF 那么除此之外 你基本上不会有太多 记得太多 然后很多都是 比方说Zalora 11 Street 这种 那个e-commerce会过来 然后当然我们知道的有几家 比如说昨天来过的那几位 对不对 比如说Fandora他们 或者像KK Day 这些我们知道旅游的 他们也即将登陆马来西亚 OK 然后除此之外 我们政府基本上给予很多的资助 这边有几个可以大家参考一下 就是你们要到马来西亚来的话 我们除了有Cradle Cradle会提供给我们新创公司 就是如果政府提供的补助 然后还有MDEC 这个是我们有点像我们国家的资社会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就是推动这个数位发展 然后还有Magic 当然我们自己 我代表的这个雪兰儿州政府 我们旗下也有很多帮助电商 还有IT界的朋友的各种不同的补助 还有提供共同合作空间 共同工作空间的这个非常低廉的那个价格 OK 然后 那么来马来西亚创业的话 当然你要知道 到底马来西亚有什么特别之处 对不对 我上次也有讲过就是马来西亚跟台湾的融合度是非常之高的 我们基本上很多 不管从文化 体育 娱乐 各个方面 还有食物 这个Papa Rich也来到这里 对不对 还有大家最爱吃什么 来马来西亚最爱吃那个肉骨茶 对不对 所以这个我们台湾的小吃美食什么 旺旺在我们那里都很有名 那么音乐这些都不说了 我们经常都有台湾的歌手到马来西亚来 5月前要过来的 然后我们 你们也常常听我们马来西亚歌手的歌 对不对 阿牛 梁静如 戴佩妮什么的这些 然后 这个是其中一个 然后除此之外 我们有这个 high population of age between 25 to 45 所以我们这个25岁到45岁的这个 distribution 是非常之高的 也就是说这一般人 不管是他接下来他们的消费能力 非常的强 而且在未来这几年 就是说如果他们现在已经在创业的话 或者他们自己有搞一些small business 他们自己有在经营一些生意的话 这些人是比较有潜力 会去发展成为那些所谓的电子商务 或者他们势在必行 一定要把现在的商业模式带到线上 否则的话他们没有办法在接下来 10年到20年里面永续的经营 所以这一块是非常大的市场 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有这个多元种族 我们70%的人口是malay 就是有点像我们那些原住民 就是马来人 然后我们有在20%到25%左右是华人 然后就是我们这些所谓华侨 然后还有剩下的5% 这些是印度人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底下 造就了马来西亚人 我们非常就是我们可以对各种文化的接受度非常高 所以台商来这里的话 跟刚才上面这几位说的 比如Telis KK Kwan 他们说的一样 就是你如果到马来西亚来的话 你把马来西亚看成一个据点 英文说这个可以是你的Gateway 是Your Gateway to ASEAN Country 你通过马来西亚的话 你可以到其他国家 比如说到印尼 马来语跟印尼语其实非常接近 我们跟印尼人的交往是非常频密的 然后北上的话我们有泰国 对不对 我们还有越南 然后新加坡当然不在话下 然后我们这里的话 其实各种不管是经商环境也好 政府条例也好 其实对外商到这里来投资的话 我们都相对这个环境都已经 我们非常能够接受 我应该说接受度非常之高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是 High Speed Developing Country 我们是一个非常快速的发展中国家 不管是在网络啊科技啊这些方面 虽然说东南亚国家在整个大环境来说 比如说像那个新产品 通常我们会比较晚也拿到那个3C产品 但是我们对它的接受度 我们的购买能力是非常之强的 OK 然后下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课题就是说 如果要到马来西亚来发展的话 比较有可能会成功的机会 potential areas有哪几个 那么基于我刚才分享的那几个点 第一个就是电子商务 电子商务不在话下 台湾这边电子商务已经非常 发展得非常成熟 不管是物流 金流 还有配送啊那些等等 还有那个系统 对不对 后台系统都已经开发得相当完整 在马来西亚的话大概只有4到5% OK 4到5%是电子商务 这个数字非常有趣也很惊喜 那么在这4到5%里面呢 更有趣的是大部分其实就两种 大家猜猜猜看 第一个是买机票 大部分人都买那个廉价航空 亚洲航空的机票 那么第二种上网买那个电影院的票 对 所以这两个占了大部分 那么一般人愿意说掏药包出来买东西 上网买东西的那个几率非常低 OK 所以这个就是大概4到5% 所以如果台商过来的话 开发这个电子商务这一块 我们有90%左右的这个合作空间 然后第二个 因为这样的环境下去的话 下一个产生的这个作用就是 我们需要很多SAS Cloud Based Solution 为什么 因为很多 你不可能一家一家再去开实体店 昨天那个好像Steven有说过 这个跟以前我们早期 我们以前古代打仗的道理是一样的 你这个属于算是一种远征的这个情况 当然现在科技帮助我们很多 要不然我们早期的话说那个 兵马未动 粮朝要先行 可是你现在没有办法这样的情况 你不可能说 尤其是新创公司 这个环境变动非常快 你不能说好吧 我今天你打个电话 我先调个200万到马来西亚过去 这个不太可能 也不实际 所以这个情况下 SAS Based Cloud Solution 就帮助我们解决很多这样的问题 对不对 让我们管理我们的物流 还有我们可以optimize我们的resources 就我们优化 我们最优化 我们到底要放多少货 在什么地方 多少天 从点A到点B 当然大家有留意的话 也知道马来西亚其中一个特性 是我们公共假期非常的多 对不对 不管什么族群的人 过个年 春节什么 我们都会休假休好久 所以这个也是其中一个 大家要关注的重点 然后结合前面两点的特性 那么接下来产生的这个 当然就是数据 对不对 因为不管是e-commerce SAS Based Solution 还有今年我们非常火的一个课题 IoT 物联网 对不对 这三项东西加起来 我们的副产品 非常肯定的就是数据 所以下一个还有可能的公司 就是所谓的 Data Analytics 还有很多 还有一样台湾公司 也做得非常好的 就是数位行销 Digital Marketing 对不对 包括下Facebook的广告 还有去把那个关键字抓出来 然后看这个用户的反应 然后什么样的族群 会下什么样的广告 那个Click through rate 什么样是多少 这些我觉得都做得很棒 所以欢迎就是在这方面的话 我不是说其他方面 就没有机会 就是说这三个比较有潜力 Potential area 潜力比较大的领域 OK 那么为什么要到马来西亚投资 不到其他国家 像刚刚Tedis也有说过 不是说你势必要到新加坡 或者你势必要来马来西亚 在马来西亚的话 第一个你的Low Entry Barrier 比如说你到我们那里 去租一个共同工作空间 大概一个月可能了不起 台币1000块左右吧 1000多块 租个位置 OK 然后那么好吃的东西那么多 然后第二个是 Assess to all ASEAN Country 因为我们长期都跟附近这些国家 都有交流 比较少的可能是像那个缅甸 老挝或者柬埔寨这些 也不是说完全没有 就比较少 毕竟我们还是在那个ASEAN Country 还是在东西的里面 所以我们都有 经常定期的会有交流峰会什么 所以你要到其他国家 经由马来西亚 再到其他国家去的话 也相对比较方便 我举个例子 比如像我们的那个金流 第三方支付 那么我们国家那两个 iPay还有Mopay 他们都已经把这个通路搭好 所以你只要跟他们签的话 你要从越南 印尼 泰国 要收取那个费用的话 其实不是问题 都没有问题 然后第三的话 就是High Technology Adoption 马来西亚很多方面 虽然在基础建设 这个Infrastructure 还有Technology 那个因为是G2G的项目 所以要一段时间才可以落实 但是在我们政府的这个大蓝图底下 包括智慧城市这些 大家都有在谈 Smart Parking Transport 这个 温室效应等等 那个排碳量 这些问题都在政府的考量范围里面 就是说为什么他们这些东西 没有经常被拿出来提 因为这个比较多是所谓G2G的项目 所以大家被提的这个就比较少 然后大家比较关注的 尤其在我们这个圈子 还是属于这种科技型的问题 所以这个High Technology Adoption 这个也非常重要 OK 那么当然这个老王卖瓜 这个自卖自瓜 你夸完之后 我还是要告诉大家 你如果来到这里的话 有一些potential challenges 你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 OK 那么第一个是Business Model and Monetization 那马来西亚新创团队 我们暂时在科技这个领域 我们非常缺乏的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获利模式 获利模式非常不清楚 我们基本上概念比较模糊 像之前我觉得矽谷的公司 也经过一段这样的混浊期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然后怎样把流量变成金流 怎样把流量变成现金 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很多人他们一开始说 好 我今天要来做一个网站 今天这个网站要做什么 没关系 我就做一个平台 我就做一个platform 然后平台最主要是解决两件事 我东边去找卖家 西边去找买家 你在中间那里干嘛 对不对 然后很多比如说像家庭清洁的 帮你找女佣 帮你找家里的终点佣人好了 可是你找来之后 第一次他可能需要靠你 第二次 第三次以后你怎么办 很多这样的惨案都发生过 然后还有很多比如说像旅游方面 我们也有类似的问题 所以很多时候他们还停留在这个服务 service base 所以要跳出来说 我经常都建议他们要做比较多product base 但这一次大家都有聊到这个 就是要有产品 所以这个是其中第一个challenges 然后第二个就是multilingual environment 那么在座各位可能会担心说 来到马来西亚 不会讲马来文怎么办 对不对 我不会说 除了会讲 thank you 这些点几个吃的 这个还可以 但是除此之外 其实我们官方的语言 书写来说 我们一般都规定 就是我们国人一定要用马来文 可是外国人 来到我们国家的话 其实大部分的官司文件都是双语的 所以这个不用太担心 我们只要大家会说一点英语 就不用说说到很好那种 只要说大家可以沟通 基本上都没问题 然后很多政府部门 我们还有地方的部门 所以地方部门 一般上都会有设一个 比如说中文的办事处 或者是一两个中文 会说中文的官员 会在那里帮你说辅导 或者是帮你填一些表格 什么 所以这个都不用担心 真的真的有问题的话 你来到这个西带 我们这里 在雪岸州政府这里 我们的山语都可以帮你搞定 这个是 然后最后一个的话 这个比较棘手 这个是talent acquisition 这个就是人才的问题 相信所有 只要是有在搞新创的都知道 这个 城市园是非常难找的 对不对 大家 点头如倒算 我就知道 这个非常非常难请 这个也是 也不单单是马来西亚 这个创业环境的问题 这个是大环境的问题 因为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很想干我们这一行 我们这一行其实是相当辛苦的 所以每天起早摸黑起来编程 然后就对着那个 然后吃披萨还有泡面 这个不是老美以外的人 大概不是常的 每个人都可以接受的 所以这个就是其中三个 比较关键的挑战 可以帮我抢回去 最后一个 OK 所以以上就是我给大家做一个非常简短的报告 那么这个是我的脸书 还有这个我的email 所以有什么事情的话 我还会在这里待到闭幕 所以欢迎大家跟我交流一下 有什么需要我可以为大家 好 brauchen turns out 原本 周恩 小 unpl